講話有女騎士在醫院看完病之後 騎車返家 想要行經中央路橋的時候 不慎跟同方向大貨車發生擦撞 這女騎士當場抖地 遭到大貨車給輾過 雖然救護人員火速將女子送醫來搶救 但最終仍舊宣告不治 至於周氏貨車駕駛第一時間 她沒有停車查看 到晚之後她說了 雖然是聽到了聲響 但是因為車身沒晃動 她不知道壓到人 訊號車駕駛也遭到警方移送法辦 女騎士才剛從醫院出來 要回家下了路橋 卻意外跟一旁大貨車發生碰撞後摔車 捲入車底當場被輾過 大貨車司機往前開了150公尺後 才下車查看 之後沒停車處理 立刻開車離去 救護人員到場立刻對富人CPR 但她頭顱破裂送醫急救 宣告不治 女騎士安全帽破裂有嚴重磨損痕跡 機車倒地 死亡車禍發生在彰化市中央路 二十二日下午現場出目驚心 大貨車駕駛沒有酒駕 到案後辨稱當時有聽到卡克聲 但車身沒晃動 不知道壓到人 發現概名駕駛當時有停於事故現場後 約150公尺處查看車輛 那本分局會將相關的市政 提供給彰化地檢 以釐清是否有肇事逃逸的嫌疑 二十歲溫姓男騎士突然滑倒摔車 人噴向一旁小貨車底 還好他反應快立刻起身跳上人行爆 就是上班的時候就看過很多那邊都有車禍 所以我怕 那邊騎車都很快 因為大家都趕著上班 溫姓男子手腳擦傷出面表示 當時走環河路從大里往烏日 行經水泥預辦車場前方 因為地面濕滑才會摔車 希望相關單位應該要求業者改善 做好排水設施 避免將積水帶出 造成交通安全隱憂 記者林玉峰SNG小組報導